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讲 我们邪密教知道有什么前行 还有观想 持咒 入山昧地 还有后行 回向 前面七支 就是大供养 大皈依 事无量心 忏悔 你自己本身所发的愿望 白肚母的愿望 还有他的战绩 后面有战绩 有回向 有出定 这个整个修行的 白肚母的修法的程序都有 在这个书上 在电脑上都有 但是唯一要加的就是健康法 就跟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笑话是这样子 我们的家呢 家门 它的门是用铁跟钢 铁做的 是用铁做的 那么有一次呢 老外回到家门口 老是打不开门 一个外国人回到家 老是打不开门 怎么做就是开不了 他只好向这个楼上的房东太太说 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 为什么你的钢门 我开不了 哪外钢跟铁是不会分 它们比较不分 大概语言上的 语言上 我们有分钢 有分铁 铁门它讲成钢门 钢门当然是打不开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笑话 师尊啊 你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么多笑话 没有办法啊 你知道吗 师尊你要应众生的要求 昨天我在法座上说法 到最后才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听啊听啊 一直讲 师尊为什么不讲说话笑话 为什么不讲 他一直讲那个些我听不懂的 他就是来这里就是要听我的笑话 你知道吗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就是马来西亚李海安的女儿 叫李奇 李奇 李奇你在哪里 在那里啊 你昨天有没有讲 我为什么都不讲笑话 所以今天讲这些笑话是给你听的 咱们小孩子喜欢听 职尊讲笑话 所以今天 笑话中里面有活法 活法中里面有笑话 知道吗 天地间界是新闻 新闻中自有天地 叫做新闻天地 天地中自有新闻 新闻中自有天地 在一个山路上 一个山路的斜坡上 有一个女孩 揽下了一辆计程车 司机说 让我看看你的生命线 你还把手伸过去 司机仔细看过了 就说好 那上车吧 你还不觉地问 坐计程车 跟生命线有什么关系 司机回答 因为煞车坏了 所以要看生命线 这个生命线本身来讲 虽然有它本身的道理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 记得一句话 学佛的人要记住一句话 我的命在我 不在天 佛教有六种神通 其中有一种叫疏命通 佛陀也讲疏命通 他有讲 这个三世因果经 就是生命 就是疏命通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因果 但是佛教我们 你要珍惜你目前佛做的当下 今天 你佛的今天 这个最重要 这个最重要 活到明天 明天最重要 因为今天已经过去 你要能够能够成就 你要能够成就 你就要注意你今天的当下 你要你要很认真 你要很认真 很完美的 很和善的 过这一天 所以我教大家讲 佛一天 要快乐一天 佛一天要修行一天 佛一天 要感恩一天 这就是师尊的原则 佛也是这样子讲 释迦牟尼佛也这样子讲 你珍惜你现在的当下 你就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命运在我不在天 佛也是这样子讲 佛讲 珍惜你今天的生命 你今天把你今天的事情做好 做成 做得完美 你不管你的未来是怎么样 你今天做好就对 每天做好你的事情 这就是生活本身的原则 我命在我不在天 你如果去听那些圣名 说话 跟你说三世英国 你就去判施 他都会扶你的 江湖世事都会给你好 你要改运 改运在哪里 改运啊 在台北有一个改运的 专门改运的 叫做转运站 记住 不要随便听人家讲三世英国 为什么呢 你要记得佛的三世英国经 但是佛讲过 注意 你今天佛的当下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过去的不重要了 过去的不可能回来了 未来的还没有到了 你今天佛的 今天最重要 佛弟子要这样子讲 如果你遇到一个骗子 他给你讲三世英国 你的前世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未来是什么 你必须要改运 要帮你做护魔 帮你做什么 帮你改运 不要去相信 修法最重要 不要去相信别人的 自己修最重要 那个佛兰仙 跟今晚的佛兰 佛讲 他拿着三世英国 来当他的招牌 然后开始恐吓起财 要不得 佛不是这样子讲的 佛是叫你珍惜当下 十尊也是叫你珍惜当下 佛一天快乐一天 佛一天修行一天 佛一天要感恩一天 在法会开示结束之后 连生法王为现场弟子们 赐授了书圣的 白肚母本尊法 长寿法 以及环境法冠底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 星期日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九月二十四日 是大白散戴佛母 十月一日是金刚骇魔 欢迎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路直播 相亲请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近来诈骗行团甚多 宗教里的邪师外道也横行 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如何去判断 零生活佛生平第一次 用最严厉的笔法 去揭穿 羊鬼害人的邪法真面目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看的书 卢盛宴文集 重要著作 邪鬼 详情请电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节目现在来看 2017年4月23日 连生法王卢盛宴应邀来到桃园市观音区 为新建的广喜雷藏寺开光安座 在下午四点左右 连生法王一行人抵达了广喜雷藏寺 受到现场等候的弟子们热烈的欢迎 molds 师傅好 师傅好 带1接 两点 好 买下 师傅好 先生好 我说 师傅好 师傅好 剪彩仪式 开始 三 二 一 在剪彩仪式之后 联声法王加持严谜 手摇铃骨绕四一周 并在广喜雷藏寺的四个角落 以加持过的严谜洒净 为广喜雷藏寺清静结界 之后联声法王来到广喜雷藏寺二楼 辉豪写下了一幅墨宝 广大圆满度众 喜迎诸圣降临 接着联声法王来到一楼的檀城 为广喜雷藏寺檀城的佛像 清静开光 我们现在就来看当天联声法王宝贵的法语开示 首先 我们先敬礼 了敏恕与 敬礼 山佳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宝宝 康曼巴 敬礼 图灯大浏地上师 敬礼 谈诚三宝 师母 读灯息地人不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 大家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么欢迎 这个 带主人讲 欢迎大家 这个光临 广喜雷仗士 这个道场是联格法师 他没有募款 有啊 就有公开的 有人赞助 不过大部分都是 个人的比较多吧 应该是 他个人 他个人出资的比较多 把这个广喜雷仗士建起来 那么 他自己也不当助辞 也没有当助辞 就请联育上师 来这里 他当助辞 那么联育上师呢 当然是一个很善良 那么有慈悲心的上师 但是他心里很怕 他说 他说他不敢在这里 因为这里啊 是观音区 是吧 观音区 观音区 以前叫观音乡 同在一个屋檐之下 他很怕的样子 而且距离 听说是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就可以到 他们那边 比较接近海边 这里海洪也很大 海洪非常大 海洪非常大 那边更大 就是鬼哭神浩的地方 所以 他非常怕 他说一定要结结 这个联格法师啊 他这样子 发心建立 广喜雷藏史 虽然 在大来讲 差不多也算是 非常庄严 非常树木 的一个雷藏史 大小不拘 他也这样子盖起来 然后他退居 就是 马上叫联姻上师来 因为我们害怕说这个 因为我们害怕说这个 这上师呢 怕 所以请一个男众 的上师来 这个补助他 当常驻吧 当常驻吧 当常驻 就是联金上师 今天的金 今天的金 联金是马来西亚 建这个 华元雷藏寺 他把华元雷藏寺 他把华元雷藏寺 建起来以后 然后 他离开马来西亚 然后 要到广喜雷藏寺 来做常驻 就是联金上师 个子高高的 长得帅帅的 个子高高的 长得帅帅的 能力也很强 可以 可以这个 好像是说 镇住这个 广喜雷藏寺 所以他才敢来 他才敢来 你知道吗 各位观众 联声法王 卢盛宴 每周六 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同修 并讲解道路 星期日 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9月24日 是大白散弹风舞 10月1日 是金刚骇魔 欢迎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 网路直播 详情请点 0492312992 近来诈骗行团甚多 宗教里的邪师外道 也横行 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如何去判断 林生佛佛生平第一次 用最严厉的笔法 去揭穿 羊鬼害人的邪法真面目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看的书 盧盛雁文集 重要著作 写鬼 详情请点 0492312992 我会很佩服这个 连格法师的这个精神 他的精神 我本人也是这样子 这个 本来山庄 彩虹山庄是助教 那 后来就变成了 这个彩虹雷杖士 那变成彩虹雷杖士 我很快的就把 彩虹雷杖士的管理的 管理跟住持 就是交给连姻上司 那么西雅图雷杖士 我从来没有当过住持 虽然是八家人 共同去盖起来 八个移民的新家族 去把这个西雅图雷杖士盖起来 第一任的住持就是 连吼上司 连吼上司 他们三个兄弟 再来的住持有 换了几位 一直换一直换 换到现在是得非上司 所以我在西雅图 我一样的 没有当住持 然后现在台湾雷杖士 这个 这个 我是 代理住持 其实是住持 那我虽然是住持 其实也不是住持 那么现在渐渐的要把它改变 就是由代理住持变成住持 代理住持变成住持 最近要签 要做这种 法治者是住持的位置 我跟连格法师是一样的 我不想当住持 不想 因为我的目的是弘华 是督众生 不是来当住持的 不想当住持变 至于 也算是一个笑话吧 讲给大家听一听 不过距离很近 这个笑话距离很近 这个话说啊 这个叉叉 去了这个中国大陆 辽室 辽宁省 去参访了一个寺庙 很大的寺庙 那个寺庙叫做富国寺 辽宁省富国寺 你们手机一按就有了 那富国寺就出来了 他去参访 那一进去的时候啊 这个所有的佛 很多佛像 很多菩萨 很大的 因为富国寺是满清的 黄太极 叫做怒尔哈赐吧 黄太极是不是怒尔哈赐 怒尔哈赐 他所建立的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格鲁派的很大的试验 非常大 这个叉叉呢 这个丹南啊 这个走着四方步啊 这个很稳的 这样一步一步的 就走进这个寺里面 这个 这四目啊 一试 四目当然是四目 因为他戴着眼镜吧 四目是吧 他有戴眼镜啊 四目这样凡事一绕 哦 不得了了 所有的菩萨全部掉泪 哭啊 掉泪啊 掉泪 所有的佛啊 也全部 哭啊 就掉泪 没有一尊不哭的 所有这个佛也哭 菩萨也哭 这个讲起来是 哭声震天啊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伟人进来了 这个佛菩萨怎么不哭呢 然后就跟他讲 请你啊 请你啊 当我们的这个 这个 富国寺的主持 所有佛都发声音 菩萨也发声音 哭声震天啊 哀嚎遍野 这个 请这个叉叉 啊 当这个 富国寺的主持 啊 那 什么原因呢 这一问一下 他说我们富国寺在这里啊 无人参拜 啊 无人参拜 所以 这个 入不付出啊 这个收入啊 不够支出 所以 没有钱啊 就请上师来住持 可以赚很多钱 这样子 佛菩萨跟他讲 再来呢 佛 他要 他说请他当住持 其中很多的菩萨跟他讲 不然啊 我们已经快要饿死了 菩萨跟佛都快要饿死 都没得吃了 没有得吃啊 没有得吃啊 而且没有钱财收入啊 那么大的寺庙 没有多少信众 必须要有一个很大 伟大的人来这里帮寺庙 当住持 还赚很多钱 供养也很多 人潮也非常汹涌 这样 他看到了这个 这个慈悲心大话 希望来这里真的当住持 希望这个 也就是政府方面 能够让他来这个 辽宁省 富国寺 当住持 他要走的 要离开的时候啊 佛跟菩萨 泪如泉涌 泪如泉涌 哭声震天啊 惊动了天上的异房大地啊 这是我家的 这是我家的 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 听说每个佛菩萨都伸手啊 就拉住他的喇嘛裙啊 衣服啊 快要连裤子都要被他 被佛菩萨脱下来